硝烟作为斗魄苍穹的男主 自然拥有很多他人没有的外挂 比如说逆天的运气 超强的法宝 比如人人追求的天阶斗技 硝烟一个人就有十个之多 本期内容就来揭秘一下 硝烟的十个外挂 第六个让整个斗气大陆都为之震动 外挂一 鬼上身要老 灵魂带打 是硝烟独有的一种外挂 整个斗气大陆和气庞大 修饰数量没有几千万亿也有几万亿 几千年来牺牲的斗尊更是数不尽数 可是掌握灵魂附体这个特殊技能的 只有硝烟一个 硝烟斗者的时候 要老附身硝烟能发挥出斗王的实力 硝烟斗师的时候能发挥出斗皇的实力 等硝烟大斗师的时候 就能发挥出斗皇巅峰 无限接近斗宗的实力 大家注意 动漫中要老附体硝烟是踏空而行 进入了斗宗等级 原著里面是没有的 只有斗皇巅峰战力 借助两谷一伙拉平了与云山之间的差距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 大斗师和斗宗之间还有斗灵 斗王和斗皇三的大等级 硝烟只需要一秒钟就能拉平 薛烟的秘术在古族都是顶尖的存在 也达不到硝烟这种程度 而且试用过后会蓄弱两天时间 硝烟附体结束之后啥是没有 副作用等于0 要老不仅充当了百科全书 还充当了硝烟三上云蓝宗之前 合理提升等级的脚本 不过确实够热血 大斗师叫板斗宗 想想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外挂二 鬼上身天火尊者 大家不会以为硝烟只有一个鬼上身外挂吧 其实还有第二个 要老被抓没多久 就被硝烟给捡到了 这个灵魂体生前是一名六星斗尊 比起要老生前的实力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附体硝烟之后 战斗力可比要老高出了整整五颗星 硝烟吞噬的陨落心炎 就是天火尊者们 陨落之后这一伙备家南学院的好天使发现 就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天坟练气塔 天火尊者害怕好天使对自己出手 当时就把气息隐藏了起来 直到硝烟第二次来天坟练气塔 才呼唤硝烟与自己相见 并且还告诉了硝烟另一个陨落心炎的地点 天残土豆安排天火尊者出现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鬼上身这个卖点很不错 不仅能合理开挂 粉丝们也爱看 第二个原因是小一仙恶难毒体要爆发了 需要一个人告诉硝烟封印之法 第三个原因是提前给窦尊预热 硝烟马上去中周了 斗尊出场不能冷场 虽然同样是灵魂体 天火尊者与药老还是有一些区别 药老附体不会产生灵魂印记 天火尊者会 这会对硝烟提升灵魂境界造成困扰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天火尊者是不会借给硝烟力量的 外挂三 弄厌诀 说直白点 弄厌诀就是用来给佛怒火莲开挂的 只是一本地界终极斗技 作用却不比准天斗技差 可以说弄厌诀就是低配版焚诀 能够融合瘦火 将几百种瘦火融合在一起 凝聚出一个化身火 这个化身火威力无限接近一火 能够让佛怒火莲产生变异 硝烟一星斗宗时候 凝聚的三色火莲能爆发出六星斗宗的实力 但是斗皇时候加入了化身火 凝聚出来的三个火莲 差点把一名七星斗宗活活烧死 加入化身火的佛怒火莲会诞生一股毁灭之力 硝烟把这种火莲称作毁灭火莲 硝烟九星斗宗时候凝聚的四色半的毁灭火莲 把五星斗宗的摘星老鬼一条手臂打断 八星斗宗时候凝聚的五色半火莲 把五转斗宗巅峰的人蝎子当场气化 一座山峰直接被震荡拨荡平 山峰化作沙漠 那是堪比半生的力量 弄厌诀是专属于硝烟的外挂 可以说是焚诀的补丁 修补了焚诀关于融合受火这块的缺陷 外挂四 三千燕炎火 硝烟最离谱的一火不是净联妖火 也不是他的地炎 而是这朵三千燕炎火 这一火从星空之中诞生 拥有星空不灭永恒不死的特性 无论受多重的伤 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 而且自带明刀属性 可以这么说 硝烟九星斗宗时候与摘星老鬼战斗 被对方的斗技打中 胸腔都塌陷了 硝烟整个人气弱油丝 马上就要死的那种程度 但是就是死不了 因为体内有三千燕炎火 这一火会自动修复伤势 在星空之力越浓郁的地方修复的越快 必死的伤势 只用了半年就恢复如初 一点暗伤都没有 还有一次 硝烟一星斗尊与五星斗尊的摘星老鬼战斗 两个人展开肉搏 把摘星老鬼打得头皮发麻 要知道他一拳就能把三星斗尊打成重伤 硝烟一星斗尊跟他对轰了数百拳 除了脸色白了一些 没一点伤势 这也是三千燕炎火的功劳 受伤了就修复 三千燕炎火 你尽管出拳 剩下的交给我 外挂五 天阶高级斗技黄泉天怒 硝烟在突破斗胜之后还能获得外挂 就是净连腰圣的黄泉天怒 这是一阵阴波斗技 设定是无法阻挡 黄泉天怒专伤灵魂 使用的时候会在硝烟体外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黄泉腰圣虚影 随后一道肉眼无法看到的波纹散发出来 直接攻击在灵魂上 硝烟在对战魂殿二星斗胜时候 被对方的人刀合一打的节节败退 无奈之下使用了黄泉天怒 只叫了一声 对方整个人直接鲜血狂喷 倒飞出去把一座山峰砸碎 魂殿大天尊整个人直翻白眼 口中口水流了一地 因为他的灵魂差点都被震碎了 硝烟二星斗胜中期的时候去拦截天妖三皇 一手黄泉天怒炸的对方三星斗胜 四星斗胜狂喷鲜血 二星斗胜的天妖黄直接变成了白痴 灵魂彻彻底碎裂了 黄泉天怒就是斗破苍穹中最强灵魂类攻击斗技 也是硝烟的杀招之一 外挂六 菩提心 众所周知斗胜是最难突破的一个境界 需要满足天阶功法和强大的天才地宝才有机会境界斗胜 而菩提心一样东西就能代替这两种 而且是100%境界 整个中周有头有脸的势力都去抢夺 最终被硝烟拿到 硝烟在菩提树下轮回百世 将百世轮回的修为荣云一体 直接从八星斗尊跳跃到九转斗尊巅峰 回到星云阁后就开始闭关 直接跨越半圣成为一星斗圣 天残土斗射定谱提心 目的就是给硝烟合理开挂 让硝烟的修为大幅度提升 跨越到斗圣这个级别 只有成为斗圣才有资格参加静连腰火的抢夺 外挂七 佛怒火莲 硝烟的焚绝能产生两种特殊的斗气 第一种斗气能够让一火的暴力因子变得温顺 从而将不同的一火融合在一起 产生新的一火 同时 焚绝还能产生一种与之相反的斗气 能够强行让不同一火的狂暴因子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佛怒火莲 佛怒火莲是一火越多威力越大 伴随硝烟从大斗师到斗圣 二上云兰宗时候的底气就是佛怒火莲 在迦南学院对抗地魔老鬼也是靠佛怒火莲 与凤青儿对战同样是靠佛怒火莲 就这一个斗技打遍天下无敌手 只在魂族四魔圣手中吃过一次亏 如果说黄泉天怒是硝烟最强的灵魂类斗技 那么佛怒火莲就是硝烟最强攻击类斗技 二者相辅相成 外挂八 三千雷幻身和灵魂分身 硝烟也会一气化三清一样的斗技 第一个分身是三千雷幻身 这个斗技只要硝烟的修为达到了斗地 就可以修炼到大成 分出来的分身会被称作三千雷幻身 与硝烟修为一样 能力一样 同样拥有二十三种异火 三千雷幻身更离谱的是 还能自行修炼 被损毁了也不会对本体造成任何伤害 硝烟在斗尊斗胜的时候 经常用三千雷幻身发起自杀式攻击 与敌人同归于尽 灵魂分身被天蚕土豆吹过头了 灵魂力量达到天境大圆满的时候 就能凝聚一具灵魂分身 这分身与本体一般无二 拥有同样修为和能力 但是灵魂分身与三千雷幻身比起来还是差一点 一旦被损毁 会对本体造成一定伤害 因为吹得太过了 后面递进灵魂都好几个 这个灵魂分身就再没提起过 外挂九 天妖魁 硝烟手中有一卷傀儡制作方法 能够用死去的强者 炼制出相应等级的傀儡 硝烟的第一个傀儡是用地魔老鬼炼制的 七星斗宗炼制出来是五星斗皇实力 不过这傀儡能够吸收雷霆之力强化自身 这个斗皇傀儡陪伴硝烟很长时间 对硝烟闯荡中州立下了全马之牢 每次吸引敌人火力和抗伤害都是傀儡上 在单会上吸收丹雷进化为天妖魁 拥有二星斗尊实力 这个傀儡硝烟本来是把他放在肖家镇守家族的 还是割舍不下就待在了身边 但是在炼制九瓶宝丹的时候 用天妖魁揭黑魔雷 被炸成了飞灰 让硝烟伤心了很长时间 后来硝烟又用太虚古龙的北龙王炼制了一具傀儡 在雷池之中把这傀儡进化为六星斗圣实力 简直恐怖 后来硝烟把这傀儡制作方法留在了肖家 是肖族的镇族质宝之一 给肖家量产了不少多尊傀儡 外挂石 焚绝 硝烟的功法是斗魄苍穹中最大的外挂 当然这个功法只能硝烟修炼才能起到最佳效果 其他人修炼可能会被一伙反噬 焚绝注定是一条通往斗地的无上大道 硝烟只吞噬了六种秘伍 实力就达到了五星斗圣中期 要是再把虚无吞岩吞噬了 把其他剩下的一伙吞噬 至少也是一个半地强者 只要再给一口元气就能100%踏入斗地层次 而且焚绝功法的设定比其他功法强 地阶终极就堪比地阶高级功法 准天阶时候就堪比天阶功法 这么强大的功法 其他强者居然没有产生抢夺的想法 实在令人费解 好了 硝烟的十种外挂到这里就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看完之后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